這個真的超冷門 我很少看有人分享 甚至連網路上資料都很少 這個霜呢 它是號稱妝前神霜 這個東西很好用 但是它很冷門 那我聽到這個的時候 我就覺得 喔很好奇 然後一用就發現 哇靠超好用 我好像在某一支空空場有分享過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米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呢 是不是明星商品 卻超好用的冷門彩妝 大家已經都知道很多美妝品牌 它都會有自己的熱銷款 經典款 明星商品嘛 或是我們平常在滑一些Facebook IG 不是都會被一些廣告 就是一直打到嗎 但是其實除了這些 廣告的主推商品之外 我自己呢也有一些冷門 然後我覺得它被忽略 但應該要拿出來跟大家分享的 冷門好物 所以今天呢 我就整理了幾個 我私心愛用的冷門好物 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一起看看去吧 首先第一要分享的品牌呢 就是 Bobbi Brown 我自己平常也很常分享 他們家的東西 那講到Bobbi Brown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什麼 他們家的卸妝油 這真的是他們家的熱銷第一名 那其實我自己也蠻喜歡這瓶卸妝油 它就是用起來有個療癒的香氣 然後它也不會像大家印象中 有些卸妝油太過油膩 然後清潔力也很不錯 所以這他們家明星商品 但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這個 他們家的 維他命完美乳霜 這個霜呢 它是號稱妝前神霜 其實我一開始知道 它是Bobbi Brown的彩妝師 它就推薦我說 欸小米我跟你說 這個東西很好用 我戴它很冷門 那我聽到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 喔很好奇 因為我最喜歡推薦的 大家沒有推薦過的東西 那時候我一用啊 我就覺得這個霜它很厲害 第一個就是 我很喜歡它的味道 它是有那個柑橘的香氣 所以一樣是比較偏療癒系的 再來就是雖然它是霜 但是我覺得它一點都不油膩 它用起來是相對比較清爽的 然後它的質地 抹在臉上的時候 它就會化開 有點像奶油融化的感覺 我覺得其實它不只對於乾肌適用 甚至混合肌、偏油肌 它用它也是相對友善 就是你不會覺得它很油膩 那在妝前用的話 就可以讓你的底妝更加的服貼 你看我用上去之後 就是臉上的光澤之閃 所以我自己還蠻喜歡這個妝前霜的 像我自己臉上比較乾的時候 我就會用它來當作我的妝前打底 再來第二個牌子呢 是MACA FOREVER 這個牌子也是很多彩妝師御用的品牌 那我自己蠻喜歡他們家的底妝系列的 那講到他們家明星商品是什麼呢 應該很多人不陌生的 柔霧空氣粉餅 我自己之前也很常被它的廣告打到 那其實這顆粉餅 它是號稱零負品的粉餅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粉質非常的細 然後我自己覺得啊 乾肌有時候對粉餅會有點排斥有沒有 怕很乾 但是它就是上起來是那種柔膠 然後是有保濕度的粉餅的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它適用的肌膚範圍其實還蠻廣的 然後它的持妝效果也很不錯 那今天我想分享的冷門好物呢 是超進化無瑕粉底條 這個應該也算是蠻冷門的一樣產品 因為大家用粉底可能通常就是粉底液啊 氣墊或者是粉餅 但是粉條是我自己私心覺得 你用了它之後你會愛上的一個質地耶 因為呢第一個它攜帶方便 它就是一個小棒棒有沒有 然後你要用的時候你就把它轉出來 然後你就在臉上這樣子 模擬你要的量 然後再用你的粉底刷 或者是美妝蛋去把它推開 我覺得這一支它上起來的那個妝感 是有點帶霧光的感覺 然後遮瑕力跟持妝效果我覺得都很不錯 然後因為它有加了那個玻尿酸 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 欸意外的它不會乾 然後保濕度也是足夠的 我自己很喜歡這一支 然後加上它攜帶又很方便 所以你如果就是常常會有些小旅行的話 你可以嘗試看這種粉條 或者是說你覺得我比較不會控制底妝用量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看這種粉底條 接下來第三個牌子呢 是季返希 雖然它已經在台灣精品跟彩妝好像都撤櫃 有點可惜 不過呢 我不管 我就是要分享 我要分享他們家明星商品 很多人知道的小羊皮定製唇膏 這個唇膏真的是我自己到現在 我看過這麼多唇膏來講 包裝排名在我心中前三名漂亮的 因為它就是很有個性啊 有他們家的那個毛釘啊 還有這個真的是皮革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有精品的外型 然後再來我自己很喜歡這支唇膏 就是它的質地 它有點點是那種奶霜 然後霧光霧光的 所以適合喜歡霧面唇膏 然後但是它擦起來不會太亮 那我今天擦的色號是110 如果你們真的也很喜歡這顏色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去找一些代購之類的 但是呢 今天要分享的冷門好物 這個真的超冷門 我很少看有人分享 甚至連網路上資料都很少 是他們家的定制粉底刷 這支粉底刷呢 它的外型 它長得有點像一個愛心的形狀 剛好符合你知道 剛過的情人節 那它的愛心形狀有一點點斜切面 所以我覺得它很棒的是上妝起來 它是很服天理的肌膚 然後你也很好去掌控它的那個角度的 再來就是因為它的刷面不會到太大 所以你除了大面肌這樣子平刷好刷之外 你也很好去刷一些你的那種鼻翼啊 眼角這種小角角的地方 然後它的刷毛的特色是因為它是合成毛 我覺得它比較不會去吸附多餘的粉底液 總之這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支粉底刷 所以分享給大家 接下來呢是羅拉密斯 羅拉密斯也是一個底妝蠻強的專櫃品牌 那講到他們家一定就會想到這個啊 換顏寧露 換顏寧露是號稱第一支專櫃的妝前乳 那其實他們家就是除了基本款之外 後來也推出了很多針對不同膚質的妝前乳 總之如果你想要嘗試專櫃的妝前乳的話 你就可以去他們家找看看 那今天我要分享的也是偏冷門的一樣產品 就是他們家的金透蜜粉餅 它是專門針對眼下去做的眼下定妝 那其實這個適合什麼樣的人呢 像我自己就是因為我是眼下黑眼圈很重 所以需要一定要使用遮瑕 但是我眼下又偏乾的 那它就是可以專門拿來眼下定妝 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是上完遮瑕 然後你會覺得一般的蜜粉對你來說 可能太控油太乾的話 你就可以試試這個蜜粉餅 我的用法我會拿這種比較散的這種類似暈染刷 然後我沾取它之後 我會在眼下就是稍微的去輕點然後滾動 讓這個蜜粉在均勻的在我的眼下的地方 那它就可以去讓我的眼下不會乾 但是又有定妝的效果 重點是它有一點點帶光澤感 所以它可以利用反射讓你的遮瑕變得更完整 接下來我們來個日系品牌就是 資生堂其實在近一兩年也推出了蠻多厲害的產品 那最為大家熟知的 廣告打很大的就是超進化的底妝系列 大家可能就被他們家的光感跟持久的兩種粉底 那我今天手上拿的是這個光感粉底 我自己蠻喜歡的 因為它就是保濕跟持妝兼具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找這種類型的底妝的話 你可以去研究看看 那另外呢我今天想要分享這個更冷門 這個是他們家的影幼眼線筆 這支也是我無意間試用到 然後一用就發現哇靠超好用 我好像在某一支空空場有分享過它 那眼線比我自己最在意什麼 第一個就是好不好畫 然後再來就是它持不持妝 那好畫呢 這支的滑順度非常的讚 就是你畫起來它的顯色力很好 然後它滑順度也很夠 很好上色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它的筆頭很細 所以呢它其實很好去勾勒你的那個內眼線 然後還有你可以去填補你的睫毛縫隙 再來就是它很持妝 因為內眼線其實最怕就是暈染 然後或者是你眼下就會變黑黑的 但我覺得它的抗暈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支呢就是推薦給一直找不到很抗暈 然後又滑順好用的眼線筆的需求者們 這支你可以試試看 最後一樣要分享的是Beauty Blender 講到這個名字 大家應該就會直接聯想到明星商品 他們家美妝蛋 他們家真的是美妝蛋的經典始祖 我不知道是不是始祖 但是大家會用美妝蛋應該都會先 就是聽過他們家的牌子 那他們家美妝蛋目前已經出了非常多不同的顏色組合 不過我今天要分享的冷門產品呢是 他們家的清潔罩 這個清潔罩呢其實就是拿來清美妝蛋啊刷具等等 那這個清潔罩我自己覺得很棒的是 它用起來沒有什麼難度 然後用量也比較省 像大家比較常用的可能是那種 大創或是保牙的那個清潔液嘛 可是清潔液每次一倒出來 它就是會有一個固定的樣子 或是你要把它清乾淨你就要倒很多 但這個清潔罩我的用法呢 就是我會拿譬如說刷具 然後我就稍微沾水之後 在上面這樣畫畫畫畫 然後它就會像肥皂一樣有起泡 然後就會把你的那個刷子上面 或是美妝蛋上面的妝去溶掉 然後你在沖水 它其實就可以清得很乾淨了 所以我覺得它好處是美妝蛋 跟刷具都可以通用的一個清潔罩 那之後如果你去買他們家的美妝蛋 我覺得你們也可以多留意一下這個美妝罩 而且它有出很多不同的形狀很可愛 像那種糖果啊 寶石啊 然後還有這種一個完整的組合等等 反正就是選擇種類非常的多 好 以上就是幫大家整理出 不是明星商品卻超好用的 六款冷門好物 你被燒到哪一款呢 在下面留言加一 我去幫大家凹一下折扣 好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一個喜歡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可以點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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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鐘 還看你好了 his生理